艾萊老師 你們在這裡 我們今天不是約好要來看我開箱的一個 裝潢好的拉麵店嗎 我以為我們是要來吃拉麵 也可以啦 既然都是我們裝潢的 凹兩碗拉麵來吃吃 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 偷偷的 這個小眼神 那我們就接著看囉 這次的改造空間總夠有七瓶 分別有收銀區 霸台區 座位區 外帶區 廚房區 以及老闆最想要收集公仔的公仔收集區 其實非常漂亮的一個日式的一個清水模紋的一個店面 其實也是我們當初跟老闆討論設計的 因為他當然做拉麵就是要有一個日式的風格 那他又很喜歡這種灰灰的這種清水模紋的質感 那我們討論之後就結合日式 以及這種清水模紋的塗層 來給他做一個非常有質感的清水模的店面 那結合我們日式的這種木座拉門 以及我們的這個窗戶 將來客戶在做外帶的時候 也可以從這個窗戶來取餐 也都是非常方便的一個部分 好那我們就往裡面走 好 好啦 那就如各位所見 這個地方他其實原本 他就是一個便當店 那這個便當店的部分呢 其實他原本的配置跟現在是大棚小異 那只是說原本便當店的預設是 讓客戶是坐在一個比較正常的高度吃飯 以及他的走道的配置 稍微形狀有一點調整 好所以那當然我們的這個屋主啦 就是我們的業主就委託我們想要做這個拉麵店 所以想要把這個檯面給抬高 然後椅子他要做這種日式的比較高交易的部分 所以這個吧檯都是我們規劃重新幫他做設計的 把原本的吧檯全部都拆光光 然後裝上這種日式的一個吧檯部分 那下面那個燈啊也是我們特別要求要裝的嗎 當然因為其實這個這個燈講到重點了齁 其實原本是沒有這個的燈的 那是有一天我突然在裝潢的過程中 我說我稍微 因為這個燈具其實很多東西都在老闆的考量下 是沒有去做更換的啦 那時候我裝潢的過程中我就發現說 我這邊的燈光有一點稍嫌不夠 那如果我是客人我在這邊吃拉麵 那這邊其實有一點暗啦 那我就建議老闆來裝一個這個這個鋁燈條 那其實這個預算不會太高 但是其實很輕鬆就可以達到 這個氣氛感覺就會出來了 就那個質感就突然就跳起來了 再來我們轉過來看到這邊 像這個水管的部分啊 也都是應了我們的這個老闆的要求 其實他的拉麵品質非常好 因為他的水都是用過濾水 所以我們所有的水路 應該看得出來這個水管都是新的啦 都是我們重新去做一個配置過 幫他做過濾水的一個部分 讓客戶所用到的水全部都是過濾過 來我們走過來看到這裡 這個地板的排水溝 其實這邊原本的地板啊 也不是長這種地板 是一般正常的地板上 有一兩個排水口 那因為他們方便他們洗地拖地掃地 他想要做像廚房式的這種 一整條式的不鏽鋼排水溝 那他們洗完東西 那個水就可以直接把它灑在地上 其實整個配置上水上非常方便 因為屋主我們一開始有跟他確認過設計組 他就知道這邊要擺水槽 這邊要放冰箱 所以每一個水龍頭的位置 都是根據他所需要擺放的設備來做決定 像這邊要擺一個水槽 他就在這邊擺了一個水龍頭 那這邊他放的是一台洗碗機 所以我們在洗碗機當然也有做禁排水溝 220V的電源的配置 那包含像這邊的火爐高湯爐上面的各種配置 就是根據他要煮高湯 所以在他上面配了水源 其實這些都是根據他的設備做需求 去做調整的 那這不鏽鋼板也是我們後來包的 其實這個原本這個地方是沒有不鏽鋼板的 但是因為我們去考量到說 這一個他在這邊用火 其實是非常的危險的 對於那個牆面上 所以我們就包了這個不鏽鋼板 第一個當然是好清潔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防火耐燃 整體使用上清潔也非常方便 最後這邊當然就是我們的 吧台區的一個空間 還是要一個收營灰台的一個部分 但是這裡的空間稍嫌小了一點 所以他同時兼具一半的吧台 以及他的醬料調整區 都是在這位置 以及他的外帶的平台 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小的空間 整體大概只有六七坪 他完成了廚房 客戶櫃台區 兼走道 然後備餐收營外帶 所以如果你剛才走過來看到這些設備 其實他已經是很辛苦了 很多東西一個區域都只能夠做兩用或三用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們的麵屋食的開箱 如果你也是正在想要開餐廳 或者想開店面 你也都可以歡迎來找Alan老師 Alan老師不是只是很會吃 Alan老師也很會做裝潢 好嗎 那如果你有路過我們這個新一區中心路 跟我們老師一樣喜歡吃拉麵的 那也非常歡迎我們一定要來到這個麵屋食 好來品嘗一下這個老闆這個用心的湯頭 以及這個濃鮮合度的這個軟硬勢中的拉麵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開箱 那我們下次見囉